大家好,我是一周碟评 今周我小塞和Hugo一起分享 今周值得入手和值得看的南光碟 在和大家分享南光碟之前 11月22、23、24日 會在DES2019的第二街 亦在九龍灣展貿中心 三樓展貿和六樓的七間示範房 都會有大家想看的影音玩樂的物體 可以在這裏給大家欣賞 賣完廣告後就到你了 七間示範房 有些什麼呢? 遲些再說 今天的重點是HIGH STORY第四集 反斗奇兵4 一手上見到一隻港版的南光 你稍後再說 我自己沒有想過它這麼快出碟 現在還未夠三個月 香港上海其實好像是七月 接著現在是十月 但有一個問題是很奇怪的 香港好像遲過美國 三個星期上海 趁前趁後差不多 但亦是非常之不知為何 只得南光的版本 上次對上 阿拉丁又只有南光的版本 真的很慘 Blu-ray 本身只有美版 Blu-ray 又有粵語 又有粵語 又有中文字幕 為何不在4G Blu-ray 我們看到的版本 應該是亞太版 它有國語 還有台語 還有粵語 還有粵語 字幕方面 都會專注於中文 即是繁體語風格 過語風格 東南亞 一個亞太版 Language 是DTS的English DTS HDMA Cantonese 是道比5.1 Mandarin 是5.1 韓文 這是普通話 然後這幾條調整 接著有繁體中字 簡體中字 英文、韓文、葡萄牙文 其實我不太明白為何 它不能出現4G版本 這應該是供求於 Supply and Demand 我想都是一部份 再說配置 配置方面 有一隻BG50 因為我手上是單鐵版本 如果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別珠版 有多少版本 有兩個版本 有兩個版本 即是說南瓜有兩個 一個就是單貼的加盒版 我手上這個 當然是其次有一個叫做別珠版 有一個外盒之外 它有幾張明信片 好像上次復仇者 幾張明信片 挺帥氣的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Bonus DTS 另外有隻BG50 一隻Bonus DTS 印象中有約2.5小時的Making of 如果是迪士尼的方法很特別 真人電影的話 他們的花水會比較少 即是約一個多小時 可能少到半個小時已經完 但卡通片 他們非常詳盡 有兩個多小時的花水 之餘 還有導演評論 那些東西 這部影片 我覺得它的焦點會放在 除了是聲軌 即是說DTS HD M8 7.1的原聲之外 它還有一條粵粵粵 因為買港版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廣東粵粵粵配音 裡面那兩個演員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劉青雲和張偉 那兩把聲 基本上已經和各個系列已經看齊 你聽到它的聲音 或者看到它人 或者想起這套東西 這部影片是不可以缺少 那一集看回它的畫面方面 它的舞台今集是一個全4K的製作 它的Mastering是用Dobel Vision 即是說一個舞台 Dobel Vision加聲方面的Dobel Atmos 在Spec方面是頂級的 那就是Blu-ray版 即是將它單規做Blu-ray版的版本 它的畫面都能保持好一部份的畫面細節 那在自己的章節方面 我會推介一些比較暗的場景 chapter 1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夜景 應該應該是intro 說胡亭耀救他的朋友 它的混音 在說它的聲音方面 雖然是一條DTS-HDMA 7.1的頻道 但是如果你無擴音機或者你的設計 是支援一個up mixer 你會感覺到其實那個雨水的聲音 真的可以將它up mixer 做到天空的四個喇叭 或者那一對喇叭 製作質感出來 其次就是畫面方面 畫面方面 你看到它的雨水 我記得無論在戲院或者看碟 我看得到那個雨水裏面的質感 它在這套影片裏面 這支碟或者這個Mastering裏面 真的做得出來 無論是立體感或者質感 其次就是這套影片 有個位置 我覺得很棒 它這集 因為它連Mastering 用4K這個規格去做 變成無論是胡亂的臉 那種膠底的感覺 或者是寶貝的臉 那種陶瓷的感覺 它都是顯示出來的 它在這個規格之下 它只不過是說 只剩下4K版的 大概是4分1的解像度 但是它的質感的細節 其實也能保持到這種狀態 其次就會去到 chapter 11 去到 chapter 11 你會看到Forky 即是小叉 走失的部分 其實也是一個夜景位 在街上走 那部分 你會留意到整個環境的氛圍 即是那種閃 那種閃明的聲音 在空間裏做出的氛圍 也很仔細 其次就是看到街道 或者街燈的質感 原本不是街燈靈 而是月光 是月光的質感 去射下去 公路的質感 或者射下去 Forky 或者是活力的臉 那種質感 感覺到那種立體感很強 變成那種質感 上去捉住它 那種感覺 其實我自己印象中 卡通片 如果這部電影的製作得好 卡通片 其實是1080-10至4K 你都未必能看出很大的分別 但當然 心理上當然是4K好一點 但在實際上 當然是聽廣東話 是最重要的 對 還有這一集 第四集 我經常都看回1、2、3 很明顯 因為每一套都隔了很久 所以電腦動畫的功力 其實電腦動畫的功力 其實是看得出很大的分別 所以剛才看到膠感、圖瓷感 我在戲院看的時候 都是明確地看得出 我想說 有時候比較有4K版 和2K版 我覺得銳利度 或者質感、密度 現在很多時候 比較中高階的玩家 或者電視機 增線的感覺 都已經很強 所以可以追貼都很重要 但有一件事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損失的 HDR 因為HDR 很多時候是靠 例如在Mastering 或者做點的時候 去給它一個Meta Data 那部分是牽涉到 可能是人手 去調整Meta Data 光譜的感覺 唯獨是HDR和SDL中間的分別 如果不是有很多漸變的環境 即是黃昏等等 其實就這樣看電影 你也不太覺得 只不過是 如果可以有4K 當然是最開心 當然是想吵 可能這部影片 我覺得會唯一損失的位置 是高光的位置 例如有一模 好像寶貝和他們在屋頂上 然後他們說了一段時間 那一部分 如果有一點比較 你會感覺到是SDR的版本 後面的雲會爆得比較厲害 是沒有光亮 要是藍 要是白 那一部分會比較 細字會損失更多 但夜景我覺得 它的效果都算不錯 如果你說為廣東話 而Trade Off的畫面 我會覺得可以考慮 沒錯 這部電影現在加賣多少錢 現在加賣多少錢 現在加賣多少錢 好像是兩塊 如果特別版本 我看見到 約230-240 這樣就OK 如果你說真的很喜歡 這個系列 我覺得實體版本 可以失去 對呀 我以前《反斗奇兵》 《Good Date DVD》 已經開始儲了一個套 儲了一個套 儲了一個套 開都未開過 然後就派出《Bullway》 然後《Bullway》又買 買人之後 第一、二集 第三集又說來 然後第四集 這個劇是小朋友看 永沒有投訴的 那麼多年以來 它仍然給大家新鮮感 還有最後一部分 我想再重複一下故事 因為我回看的時候 我開始感受到 這部電影的方法 糟了你 現在才感受到 沒錯 在電影的時候 因為它太寬鬧 我已經忘記了 但我回看的時候 我感受到 這部電影 有點像是三部獨立短片 加上一部電影 說回一件事 這部電影 雖然主角可能是胡敵和巴士光聯 但焦點一開始時 其實已經轉移到小叉 很聰明的做法 然後中段位置轉移到寶貝 然後到末段 轉移到加比加比 即是三個角色 你見到很分明地 把整部電影完全支配 純粹胡敵和巴士光聯 是一個女性角色 其實是配角 一個長青的配角 即是好像 Irman 不是Irman 即是好像 愛回家的 劉丹 你永遠沒有了它 即是底部 頭盒不醉頭 你有了它 但其實就不是主角 類似在老蘭裏面 一定有 Michael King Michael Gein 一定要折膽 即是那類 另外一件事 DISD Plus 有兩套新劇 都會用 放在小叉 和寶貝 放在小叉 小叉 一個叫做Forky Ask a Question 另一個就是寶貝的 Separades 其實它本身 反斗奇兵都有很多 這些納雜的外傳 沒錯 無端端又說 帶它去旅行 然後有鬼 很有趣 那一套很厲害 有DISD Plus 就適合了 把東西都塞進去 可以讓你玩一下 而且有時的盒子真的不存在 其次就是 即使你存在後 你都不知道放在哪裏 那一個平板 我想會用得著 在那一刻 希望它不要經常落架 好 今天來到這裏 不如你講吧 好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最後按下的鈴鐺 我們update 就會找你 下星期同一個時間 Bye Bye 撮見 幸福 8 3 2 3 3 感谢观看